好, 場面吵, 聲齊 大順角有不同, 問得你老闆聽到 其實你老闆一早知道 哈哈哈哈, 又是時候每日四字路 國立大台現在開始 是, 回來了 Hello 好, 有個畫面組人 真是, 有畫面組人在這裏 又有林凱, 又有新面孔, 有阿宏在這裏 又來到星期四個國立大台時間 大家好 開燈, 大家好 開燈, 死仔 開燈這樣 好, 我們今天, 唉, 豐富 有影子主持, 林凱 唉, 在這裏呢, 什麼影子主持 影子主持 影子主持, 星期四, 影子主持 因為影子主持昨晚, 因為我們拍套很晚 拍那個公司 他說不如還是做Live 這樣, 這樣就好了, 有Live做就好了 這樣, 哇, 很 好, 在那個很優雅的辦公室那裏 優雅一點, 其實我旁邊是膠盡 還有玻璃盡, 還有垃圾 還有擺門, 還有一大堆盃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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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好啊 好啊, 好無聊啊, 不是無聊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牛油果核中的, 哈哈 是啊, 但是應該不太關事 應該不關喜歡吃牛油果 中牛油果是 中牛油果, 那多久才會種到我們認識的那些牛油果 我猜要十年吧 十年? 我不知道啊 你這麼小的盆, 怎麼能種到啊 現在十年 那還沒十年啊, 它要慢慢長大 它現在還是那個牛油果核的形狀 是啊, 很可愛啊, 它很可愛 哇, 還要乘機鬆自己拉, 還要乘機鬆自己弄的那些杯 哈哈哈哈 這個人這麼公心計啊 是啊, 我沒有心的 是啊, 我沒有心的 雖然他們全部都是用我的杯來種的 種多久才有這個效果啊? 有多久才有這個效果, 其實都要幾個月啊 嘩, 厲害 因為我上網看, 他們就說半年了 但是我猜這個應該都... 有沒有半年呢? 現在是9月就是10月 10減6是多少? 10減6是4月 應該沒有半年啊, 這個應該不到半年 但它已經是這麼高了 那你種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想種牛油果呢? 因為其實種牛油果核是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我看其實有很多, 我想應該是開始流行牛油果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又拿了一顆核來種 因為你看到那顆核真的超級大顆 那顆核其實是好像乒乓球那樣大顆 可以給大家看 這都是牛油果核來的 是 那顆核是整顆乒乓球那樣的 嗯 是啊, 所以... 我們都吃過牛油果的 為什麼會想種? 就是因為整顆... 我們都吃過牛油果的 我們都吃過牛油果的 是 我們都知道牛油果是什麼樣子 是, 哇, 很大顆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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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 然後, 你好嗎? 經常吃... 你... 怎麼說呢? 這麼大顆核, 接著又... 很可愛, 它又圓綠綠 我想試一下種 是 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見到人中, 我也想玩一下 還有, 經常都覺得這麼大顆核 好像眼是有些東西用這樣 又不想馬上扔掉它 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有一點點儲物癖 是 因為其實... 什麼都... 就是我們會... 揭起一些很可愛的形狀 又或者... 其實陶瓷那個世界裡面 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重用的嘛 例如... 例如如果吃海鮮宴的話 或者你吃海鮮餐 嗯 或者你吃蒸鮑魚啊 那些什麼東西 其實那些貝殼類的植物 全部都可以留回來燒的嘛 是 或者我後面那些草草 其實它們全部都可以變成灰油 是 然後我又會覺得 這麼大顆牛油果核 如果不保留它好像很浪費 所以我就拿了它來種 是, 就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一看第一幅圖 因為其實我想說 那個牛油果核 我是... 中了很久的了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狀態 其實... 我已經中了... 起碼兩個月 現在那幅圖 就是... 八月拍的 這幅圖是... 八月三號拍的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 應該是跟希拉莉 他們做一集掛入大台 好像是星期三 我忘記了是不是 總之就是有一集是講 我們宿舍裡面有的植物 這個就是當時的牛油果核 其實那時候已經種了很久了 而且因為我種的方法 有一點不同的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但是外面坊間 比較多種植牛油果核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水種 就是你看到它可能是... 首先你把那顆牛油果核洗乾淨 然後通常就會像這個這樣剪掉 然後它們會再剝皮 現在你看到我那個是沒有剝皮的 所以你看到外面是灰色的一層 然後它就會用幾支牙籤刺住它 但是它中間其實是有一條線 很明顯是爆開的線 就是你現在看到正中間有條線是裂開了 那個圍就不可以用牙籤刺住 然後其他人就會用三支牙籤刺住 那顆牛油果核的地方 比較平滑的地方 然後就放在... 浪著在杯子上面 然後就放在水裡種 然後就讓它刪根 等它的根刪到差不多 才再將它移到泥土裡種 是 但是因為我比較懶的關係 我又不想用牙籤 還有我不想水種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因為主要是我燒藥裡面有泥土 是的 就是有些... 之前買了一些泥土回來 那我又不想浪費 還有我比較喜歡用我的杯杯來種東西 所以我就... 因為它遲早都要移屍回去泥土裡 所以我不如直接用泥去種 那我就沒有水種到 就是沒有用水種的方法去種牛油果核 是 但是這個方法的問題就是 它確實是非常漫長 而且因為它不是水種 它是直接放在泥土裡 你根本就看不到它的根刪成怎樣 所以這個方法變相是很考大家的耐性 就要等很久才可以進到它出來 那我們可以下一個圖 下一個圖就是這個... 這些圖應該比較難看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看它那個牛油果 那個... thank you bear 我就是想放大它 你看到其實它冒了一條牙籽出來 是 這個是上個星期五的狀況 這個是9月23日 所以其實是8月3日到9月23日期間 它是沒有發牙 是去到上個星期五 9月23日才開始冒了牙籽出來 然後我就超級興奮和醉了 因為我一開始是以為它已經死了 我又不是覺得它死了 但是我是很佛系地中它 總之它有就沒有就沒有 而且如果它沒有發毛 我會繼續養著它 繼續幫它流水 因為之前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一個什麼狀況 因為它是靜止了很久 它靜止了在上一幅圖的狀態很久 一直都是它裂開了一點點 但是它又沒有生的出來 它又沒有發毛 然後它又好像沒有什麼病 所以我就讓它繼續在那裡 有空就淋一下水 還有把它搬來搬去 放在不同的地方 希望它可以有機會吸收到陽光 因為那裡是比較難有陽光的 所以呢 但是終於種了這麼多個月 它在上個星期五 終於就飆了牙籽 所以我都非常之開心 是的 大家看到 當時我將它放在星盤 和另外一個產品 為什麼將它放在星盤呢 就是因為 之前我聽一個種植植物的朋友說 我跟它說燒療那裡很熱 一開搖的時候 整個單位都很熱 擔心植物會枯壞 那怎麼辦呢 然後它就建議 如果我開搖的話 就將那些植物放在星盤那裡 那星盤的濕氣比較重 那就應該可以保濕到 是的 所以呢 但是呢 上個星期五呢 我就臨走之前 因為很開心 看到它發了牙籽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星盤那裡 結果呢 它又真的生得很好 因為我朋友的說法 就非常之可取 然後我們可以去下幅圖 是的 要放小一點 是的 這個呢 後面有背景 很厲害 是的 是最近撿出來的 這個位置 是 沒錯 然後呢 現在就看到它生了牙籽之餘 它就再長高了 然後這個是星期六的狀況 哦 就是24號的狀況 其實它放了一天 它已經飙高了 就是它已經長高了CM 就是它一發牙的時候 我想說是牛油果核 你等待它發牙 它就等超級久 但是它一發牙它就不斷飙 那現在呢 它就隔了一晚 它已經飙了1CM 然後我們可以再下去下幅圖 還有你開始看到它的業績散出來 嗯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呢 這個是星期二 然後你看到它星期二 已經又飙高了幾CM 就是它起碼又飙高了4CM 還有它是都生得很直的 就是它一直向上這樣生長 是的 還有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我種牛油果核 我都是上網看 就是說其實牛油果核 是不需要整顆都種了 不需要整顆都掩蓋在泥土下面 其實你是掩蓋可能三分之二 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它現在一邊發牙 我其實一直看到它是怎樣飙出來 就是我看到它中間的部分 就是它夾住了在那顆核中間那裡 我覺得這個位置挺有趣 是的 這個就是去到這個星期二的狀況 它就繼續飙高了 然後我們可以去買哈佛圖 我看那些資料說是三年左右 就會進入可以開花的階段 可以開花 那究竟可以成為牛油果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真的要十年 三年 開花嗎 不是 開花結了三年 不是有果實 三年 但是問題是不知道怎麼種化 不知道會種到多高 首先三年 也可能要搬個蕉油 所以其實應該要換盤 你搬個蕉油有花園 這樣 我也想搬個蕉油有花園 我也想搬個有花園的蕉油 現在這個就是去到 你看到它很明顯 一開始它飙壓的時候只有兩塊葉 但是它極速就會生長更多的葉出來 去到這個就是今天拍的這張照片 就是過了兩天它又漲高了 但是它就開始彎彎的 就是它就開始沒有那麼直 它就開始有一點線條是傾斜 就是它不會直跌上去 我們可以先看下一張圖 然後再回來大畫面 下一張圖謝謝 這張圖就是好像是今天拍的 那為什麼我想放這張圖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另外又吃了兩顆牛油果 所以現在又種多兩顆了 就是現在 這麼快有修成嗎 這麼快有修成 這麼快有修成 多了兩顆種子 沒有修成的 現在正在種 多了兩顆 多了兩顆 那支檸檬酒 那支檸檬酒的瓶很顯眼 是不是呀 我們現在正在賣 那個希拉里很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買來送給希拉里 有 現在拆了希拉里的光化 等一下 為什麼想給大家看這個圖 就是因為那個分別在哪裡 就是現在看到後面很明顯 已經生長得很好的牛油果 前面那兩顆就是分掌中 現在慢慢開始種植他們 分別是在於前面那兩顆 新的兩顆我是撕了外面那股皮 哦 因為之前我應該 因為其實網上教種牛油果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哦 是呀 而我就是用一個最懶的方法 是 我講後面那顆 真的純粹洗乾淨它的外皮 然後剪了釘 因為讓它可以爆開得好一點 容易一點爆開 剪了釘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塞進泥土 但是前面那兩顆的分別 是在於前面那兩顆是撕了那個衣 外面那浸衣 所以你看到前面那兩顆是肉色 但是後面那顆就好像泥土紫皮 就是它的浸衣我沒有撕走 嗯 但是我發現原來不撕走那浸衣 其實如果是看這一顆的話 對它是沒有影響的 不會說因為你沒有撕走那浸衣 所以它就特別難生 是沒有這個影響的 而它浸衣現在的狀態 就是變得乾燈燈很脆 所以我發現其實如果是泥土種的話 不撕走它是絕對沒有問題 是的 而為什麼我會發現撕走那浸衣 這件事就是因為前幾天 就是跟另一個朋友上來看 然後有種牛油果 然後他看到那顆牛油果 他就說你連浸衣都不撕走 然後我就說是呀 哈哈哈 然後他就說 他的經驗就是用水種 所以 而我就直接用泥土種 他覺得其實直接用泥土種不到是好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原來 因為牛油果或者其實那些植物它換盤的話 或者它轉去第二個環境 它好像人一樣一樣 都是需要適應新的環境 所以如果是水種的話 你由水種變到把它放回泥土 因為其實長遠而然都是要把它放回泥土 如果你是由水種變到把它放回泥土的話 其實那些植物是需要一個適應期 而它們是有機會適應期適應得不好而死掉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用泥土種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想試的話 我也是很建議大家可以直接用泥土種 還有我會覺得用水種可能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 它有些水有機會發臭 因為有另一個朋友 他又是見到 就是我上IG 然後另一個朋友見到 他就說為什麼你成功種到的 因為其實他自己就是試用水種的 也是用幾支銀纖刺著放在水裡種 但是他那顆就很快 很快 那些水發臭 臭啊 是的 那些水 但是我不是很知道 當然我沒有看到 大家都不太知道 究竟事實上是甚麼問題 不過我在想其實有時候我們買些鮮花回來 拆花 那些水都 因為始終鮮花它裡面 它不是種在泥土裡 始終它都會有些可能黏液 或者會有細菌滋生 所以其實用鮮花種的那些水 水種都是會有些少 都是要定期換水 那我就問他其實你用不需要換水 然後他又說應該不用 所以我就 其實我是沒有水種的經驗 但是我就會覺得 聽完其他人說之後 我就發現用泥土種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但是大家也可以 好像好一點 我覺得好像安全一點 但是真的要等很久 是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 只要他可能沒有發霧的情況 沒有被一些昆蟲侵蝕破爛 我就覺得很好 所以就是這樣 嗯? 最怕就是有蟲 是啊 其實他怎樣 我想有些藝人是怎樣都會有的 我剛才看他都看到一些很小很小的昆蟲仔 但是那些就不是一些害蟲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我們可以回到大畫面 嗯 可以說多一點點 就是其實我那些盆 因為我一開始不是打算用來做花盆 本來打算用來做杯的 或者做碗 然後為什麼會用來做牛油果核呢 就是因為覺得不漂亮 不喜歡他 所以用去 然後呢 就是這棵 大家看到應該會覺得有點古怪的 這一棵東西 因為其實我裡面是用了 台長經常都不洗的咖啡類子 不是 台長經常都洗來重用的咖啡類子 我洗了 洗了重用 是啊 我有洗啊 因為這一隻杯其實是裂了的 這個位置 我看到 我看到 它燒完之後裂了 然後我就想用它來做東西都很好 但是如果這裡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膠的網 或者沒有其他東西佔著呢 那它的泥呢 就會在那裏 會在那裏掉出來 是的 所以我就在想 那個咖啡類子都好像很好 因為那個咖啡類子其實是很浅 所以最後我就找了一個咖啡類子來佔著它 然後希望它可以快高長大 再把它換盤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嘻嘻嘻 嘻嘻 是啊 所以就看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牛油果 如果 我覺得是蠻好玩的種牛油果 還有是 都蠻有成功感的 我覺得種植呢 我覺得種這些小植物呢 最重要是有成功感 它就說要種到高過你才有修成的 種到高過我啊 6呎左右 哦 嘻嘻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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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嘻嘻 老莊火星人說10年後可以直播收成牛油果 是啊 我也覺得是 好啊 好啊好啊 這個題材可以做10年 是啊 10年了 說笑啊 10年了 是啊 這個就是這樣的牛油果 是啊 還有有些事情 之前不是跟聽眾說 說呢 種這個的 呃 羅斯莫里的 是 然後它已經變了光花了 變了光花 變了光花 它已經失敗了 所以呢 我之前已經有換盆了 幫它 希望它可以有多些位置生 結果它也是失敗了 都是不成功的 這個環境應該不適合它生存 或者當時救它已經救得太遲了 哦 所以它就光真真了 變了 結果我就把它的泥出來 其實這裡有個匙巾 嗯 然後我就把它的泥出來做牛油果核 希望那些牛油果核可以生生生 哎呀 記住要有水有肥 知道嗎 要啊 希望可以做十年 這個題材 哈哈 哈哈 好 喂 喂 提多一次 大家記住買這個 大家記住買這個 這個語言暴力治療 語言這個 打氣治療 語言安撫治療 因為那個 跟小弟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人工是有關 加人工 是的 加人工 很感謝大家支持 它的第一個階段的夢想 就已經完成了 就已經有十份了 現在十一份 差四份 就再加人工 聽我很厲害 再加人工 這樣 大家就支持我 這樣就希望大家出手 出手 購買這個服務 這樣 好 我們不如這一節來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講Overwatch 我們休息一會 兩件採用 一bread 有錯 都詞 很適合 一件採用的